在民航历史上,波音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公司,就如同洛克希德马丁在军用航空领域的大佬DV无可动摇一样,波音则是民用航空领域的大佬。 1969年,波音747诞生,直接刷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用载客量记录,而且一领先就是37年,直到2006年空客公司,才造出载客量更大的A380,但这丝毫不妨爱747的传奇之名。 波音747坟长,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,那一处沙漠中,在波音747诞生之前,还没有宽体客机这个概念,民用客机的空间都是比较小的。 波音747开创了历史,不仅在客量最高,北极甚至还有多余空间开品小酒吧,餐厅,丰富了乘客的旅途。 从波音公司公布的数据来看,747系列最大的应该是747-400,拥有583个座位,但实际上这还不是极简状态,因为有一家波音747,曾创造过同时它在1122人的历史。 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犹太人建立的国家,但以色列的犹太人仅占全世界的一部分,还有很大一部分生活在世界各地,并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愿意被紧离乡,远赴以色列生活的。 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,生活着2.4万名法拉沙人黑皮肤的犹太尔,为了限制犹太教的发展,埃政府对法拉沙人很不友好,严厉监视教宗的活动,还不允许他们转播交易和西伯来语,犹太人的母语。 这种行为,实际上就是想从根源,闪断着法拉沙人传承,只需几十年,新出生的法拉沙人将忘记传统,这是以色列所无法容忍的。 虽然肤色不同,但毕竟都是犹太人,信仰是相同的,以色列一直在关注法拉沙人的生活状态,碍于停火协议当时第五次中东战争刚结束,以色列无法动用武力, 而口头交涉又始终无用,最终只能动用摩萨的特工,秘密策划法拉沙人的大逃离行动,摩萨的特工将满通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环节,从而分批次的,一批批将法拉沙人带出埃塞俄比亚境内。 一开始,计划进行得很顺利,超过八千名法拉沙人,成功被转移到了以色列境内,但前面也提到了,埃政府一直没放松对法拉沙人的监视。 1985年,他们察觉到法拉沙人的人口明显减少了,于是计划彻底暴露,埃政府将剩下的1.6万法拉沙人全部集中到了首都亚迪斯亚被发,摩萨的失去了机会。 从1985年到1990年,以色列都在试图与埃塞俄比亚展开谈判,以物资换回1.6万法拉沙人,但都没能成功,事件在1991年迎来转机,埃塞俄比亚爆发内乱,叛军势力强大,甚至想要进攻首都。 以色列觉得这是一个机会,趁着埃政府与叛军交战,无暇而顾及其他事务时,明目张胆地将把拉沙人带出国境。 以色列致敬马索罗门行动,限定时间36小时,叛军此时距离亚的,斯亚被发其实预计很近了,36小时就是根据叛军的进攻强度计算的。 以色列航空公司,提供34架民用飞机,在由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护航,以色列军方成功占领了一处大型机场。 一批又一批把拉沙人,被护送到了这里,为了提高效率,这34架飞机的座椅全部都被拆除了,只剩下空荡荡的机舱。 其中一架波音747-2001塞线了1122人,要知道其标准约在量是366人,超资率达300%,就这样,一架架飞机在以色列与埃塞俄比亚之间快速往来。 当然政府军战斗力不太好,看军期前攻入了雅蒂斯亚贝巴,导致只转移了1.4万名把拉沙人,还有2000人来不及转移。 所罗门行动就宣告结束了,实际上以色列已经创造了历史,毕竟任何一家航空公司,都不敢在一架飞机里塞进1000多号人。 这要是出现一点事故,伤亡日将直接登顶世界空难记录,到时以色列要面对的就不是死伤者家属的谴责了,还有来自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。 至于还没来得及转移的2000年名把拉沙人,以色列一直在设法营救,随着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缓和,其实是阿拉伯国家内斗,不愿再耗费经历和以色列开战,埃塞俄比亚最终坐上。 那谈判桌,并同意100辆T55主战坦克和部分米格战斗机的零部件,都是以色列在中东战争中夹获得。 来换取把拉沙人自由前往以色列探亲的机会,说是自由探亲,其实就是一去不复返,而埃尔俄比亚也默认了这种行为。